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宠宝 而你呢 你去万恶服役啊 你是从什么时候想的飞行期 大概二十年前吧 你不会是想要告诉我 你小时候命里就跟这个飞行期结缘了吗 没有 我小时候特别调皮 不服管 有一次呢 我爸把我关在阁楼里面 拔进地 我就 你就应该是从烟囱里面你爬出去 或者是从窗户里面跳出去 没有啊 我就把他阁楼翻得乱七八糟 结果 在里面找到一部对我很重要的电影 当时其实根本听不懂电影里面在说什么 就是觉得里面飞行器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 我就在想将来也许 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 就像手机啊 VR眼镜啊 很酷吧 很酷吧 好疯 但我会陪你一起疯 疯到我们七八十岁 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 就证明 我没有放弃 是 产品定位 外观设计 性能技术 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 石总怎么变成WINS的首席总监了 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 好 看这里 安总 看中间 安总 看中间 看中间 安总 看中间 安总 万法看一下右边 这会改变国内无人机的 商业版图对吗 接下来所有的问题 都由WINS新任CEO 石岳先生回答 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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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介绍一下 WINS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 听说投资规模非常大 您能给一个具体数字吗 现在投资的预算 我们还没定下 那您介绍一下 您的无人机产品 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呢 应该大概一年半以后会上线 会不会延期呢 不会 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 跟他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 大概明年就会开始试试 安总 亲爱的太太 你的离婚证还没污热呢 就找到新欢了 你怎么来了 对 就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 我喜欢你 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 这么迫切地让我走 我为了你啊 我抛弃李子 我给你身份 给你地位 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重码 而你呢 你是万恶服役啊 没有 他 你撑着啊 这块儿 在这里就算你了 你撑着我 这是真正的 你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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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撑着我 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认识安总原来的样子 安总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